来看这个受到瞩目的判例 把人家的车子撞烂了 但是一毛都不用赔 这个苦主呢 是台北一名赖姓男子 他的车子借给朋友 而这个朋友呢 正是他社区里面的游泳女教练 那么对方开出去之后呢 没多久就发生了车祸 把这个车头给撞烂了 这个车子不便宜 要价160万 事后双方签下了承诺书 表示愿意赔偿120多万 但是女方又反悔 车主于是告上法院 但是法院判决下来 说这个女子呢 签承诺书的时候 没有满20岁需要家长的陪同 而且车子并没有维修缴费单据 所以判决免赔 但整个案子还可以再上诉 新车要价160万的Mini Cooper S 赖先生借给女性友人开 没想到被撞成这样 一年多的新车 右前方车头被撞烂 床的朋友法院判决 居然一块钱都不用赔 车子被 借人家车子撞坏了 然后不用负责任 这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赖先生说被告的无信女子 脸书po上开车和买BMW的照片 也独自和她谈买房子的话题 根本不晓得当时她未满20岁 根据法院判决书 原告车主为了帮妹妹介绍工作 找上无信女子 她却借故借车出车祸 而被告声称当天是赖姓男子 邀约吃饭 随后开车兜风 是对方主动问她 要不要开开看车子 车子被撞烂 双方嫌疑女方签下赔偿 51万修车费 以及70多万元的车价减损费用 但事后却不理不睬 车主气得提告 她被认为无信女子 签承诺书时未满20岁 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依法必须由家长陪同才有效力 加上车主提出的估价单 却没有维修付款记录 因此判决女子免赔 而原告不满决定上诉到底 记者吴俊男少子杨 新闻收到